各位,今時今日你還可以自由地上網 但現在有,不代表永遠都有 虛擬私人網絡VPN是今天上網的必備工具 介紹我用的NOT VPN 它可以保護你的私人,隱藏你的身份 NOT VPN在全世界60個國家 總共有5400個服務器 自伏器 沒有人可以追蹤到你在哪裡上網 也不會影響你上網的速度 一個戶口,全家大小可以六個設備一起使用 用底下這個網址,關鍵詞是samngx 你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 訂購兩年,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 還有一個月免費 30天內不滿意的,可以全數退款 向你推薦,挺好用的 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上個月,香港劇協,戲劇協會 會長馮璐德,用擇地有聲,鏗槍有力 的一個記者會,大家就是印象由心 逐一反駁這個藝法局的荒謬 我都預計到香港的戲劇界雖然大家同酬 敵丐團結一致,但是香港戲劇的生態 大家都知道第一要靠政府給場地 也有很多不少的劇團,靠政府資助 每一套劇可能還可以去申請 都沒有什麼運行的了 雖然你已經是理直氣壯,反駁它的荒謬 但是這種 捏住你,頸,不給錢你,不給場地你 這種情況是早已經出現 不少的戲劇界的人接受訪問,及媒體訪問 都說了 現在開始要看劇本了 要審查劇本了 我有一點都不奇怪 電影又審查了 書籍又審查了 言論又審查了 新聞又審查了 劇本怎麼會是例外不審查呢 但有些事情你是想不到 原來與劇本無關 都一樣是不能演出的 這兩天在戲劇界罵得很大的一件事 就有一個叫做小火子理想空間 是一個年輕人 負責的,做劇團的 阿頭的 本來就在明天 開始就連續三天就在 一間學校 叫做香港紹基創意書院那裡 大家知道如果你去過的 知道他有一個 可以演出的地方 不是坐很多人而已,坐幾十人而已 不過都相當不錯 我亦都去過那裡看 一些電影 亦都去過那裡做一些講座 是相當不錯的空間 這些小的劇團可能就要租那裡演出 有兩個舞台劇 三分鐘銀行 和窮一生藝術館 好了 就在這個演出的前夕 搞定了 地方又租了出去 在家學校裏面 票就賣賣了 但是校方說 收到有人投訴劇團團員的網上言論 不是校方收到,是教育局收到 教育局就指示校方 因應國家安全學校具體措施指引 指示 殺停租場 OK 教育局就回覆說 是,是收到投訴 是學校聯絡了解實情 強調這個國家安全學校具體措施增強版 指引定名 租借校社給校外機構活動的時候 學校管治機構有責任防止校社出現不當使用情況 當局和學生,學校都有責任保護學生 確保校園環境安全秩序 阻止不當不良信息傳播 讓學生安心學習和活動 現在不是說劇本有問題 不是說演出 內容有問題 不是審查劇本 不是審查演出的內容 而是審查 這個劇團的負責人 OK 2019年在網上的言論有問題 這個 創辦人和團長叫唐浩祥 他說要停止製作 三個月的籌備努力付諸流水 錢固然沒有了 他們的努力都沒有了 你覺得是不是很奇怪 不奇怪 在香港有什麼事不可以發生 有人投訴 我不知道什麼人投訴 你這個 這個戲劇頒獎禮都說有人投訴 就說請 請專子 請蔡玉玲去 一些藝術界以外的人 他們不是藝術界嗎 好像有團長說的 現在 不是說你的劇本有問題 不是審查你的劇本 是審查你2019年 即是四年前 在網上的一些言論 即是說你網上的言論 我不可以構成 刑事罪行 不可以找人拘捕你 不可以說你煽動仇恨 不過 你的事業 可以徹底被摧毀 就是四年前在網上講過的東西 OK 這個兆基的副校長 蔡子君 回覆媒體的查詳 根據這個 國家安全 學校局底措施增強版 就指示書院 兆基創業書院要解除租養 局方就向書院展示過網上的言論 但他不方便公開 他說在這個情況下沒有辦法 就取消 租訂的安排 民體局的回覆就說 不關我的事 我們沒有參與 這個小火子理想空間 其實不是被拒絕過一次 香港衛術中心也不讓他 租場演出這個音樂的 百花舞廳 說他什麼 主辦單位違反 場地租用條款和所作的承諾 不知道 OK 他說三個月的心血 就負珠流水了 很難再演出的 因為 即使有人 願意提供私人場地演出 也好 要重新設計舞台和燈光 有演員是DFC的 應界的考生 有人去海外交流 有人去移民 所以沒有機會演出 那麼 虧了錢 虧了心血 莊梅岩 莊梅岩就是編劇 也是劇協的 成員 幫他去找教育局的人 去傾 他的批評是 教育局決定將年輕人的夢想和努力不屑一顧 這個事件最荒謬的就是 任何國安部或國安委或國安處 未有立案的事件 未經定罪的人和事 如今未經調查 一被定案懲罰 無限期針對十分失智和擾民 香港現在變成一個常態 大城志訪問了劇團的負責人唐浩祥 他說獲釋被抽起場地的一刻 劇團的負責人有22個演員 17至30歲 放工放學之後 每晚排練三四個小時 足足三個月 現在不能演出 一半人都哭了 努力得不到回報 無法改變情況 很無力 劇場是需要 戲劇是需要場地的 我的戲劇生涯可以說是 無路可行 OK 也就是 這個 去這個九龍堂 九龍城 紹基九龍城 在樂父附近 學校發展總要求 問了解整個情況 不過就 教育局的立場不變 舞台劇的下場 是要被腰斬的 這樣 莊梅岩就說 兩個禮拜前收到唐浩祥的電話 對方原定說 在兆基 去演出被迫取消 因為有人向教育局舉報 這個劇團2019年 發表在社交平台發表不當言論 要解除他的租約 於是 經過偽法局的民選代表 歐永東滑選 唐浩祥提出過不同的方案 但是最後 都知道沒有了 莊梅岩就跟唐浩祥 去兆基 還有工作人員 去九龍城教育發展組 一位女士 對談對話 不過最後 連見面都不想見 莊梅岩就說 我在電話裡跟他說 取消一個演出 不跟取消一個飯局 你取消飯局 餐廳都可以將食材 分給其他餐廳 或者給其他人 你取消一個演出 就是兩個月 三個月的準備 全部白費了 因為不可能 馬上找到場地 這樣 是將一群年輕人的夢想 和努力 不屑一顧 很明顯 年輕人 It's not their concern 這個莊梅岩 你大可不必勞氣 香港人都很難 這件事 我知道不是很多人關心 一個小劇團 做一個演出 最多不是幾十人看 那麼大把 於大局的影響 將會成為常態 我剛才說了 電影有審查 書有審查 言論有審查 所有網上的 所有實體的言論 現在還要加上23條立法 連Nichol Kidman Nichol Kidman 據悉就是prime video 阿馬遜是自我審查 很多自我審查 去做生意 所有在這個審查的年代 包括自己審查 包括官方審查 這個可能會成為香港的 或者不是可能 成為香港的新常態 2019年的言論 如果你是有罪 觸犯了煽動罪 你就會找人去抓 現在還未構成罪行 不過就是把人 把劇團 把一個 他已經花了很多心血 在業餘時間裏面 去排練的 一班有幾十人 全部的努力 化為烏油 化作一流輕煙 然後把一個年輕人 本來有團火的 在劇上 他好像說最近 遲了工 全職去做這件事 打算去做 小火子 這個劇團 我們年輕 永遠年輕的 我們理想空間 我們共同建構 藝術創作的烏托邦 將他一輩子的 努力 扶諸東流以外 毀了他的前途 是吧 好像林夕寫 應該不是林夕寫 我忘記了 好像是 是王偉文寫的 《家命》 人家跌倒兩次吧 就再不相順愛 是啊 我聽這首歌 每次聽都是 是有熱淚出來的 為什麼我們這個社會 為什麼在這個 宇宙大法底下 不斷對待香港的人 在這23條底下 可能 問題會更加變本加厲 為什麼會這樣對付年輕人 我經常有個懷疑 這個教育局 這個什麼 九龍城區 什麼教育什麼 官員 我不相信是他自己 自作主張 我自己有個 有個這樣的 推上 我不敢肯定 一定是 在政府裏面 有個跨部門的 國安的組織 巨勢無遺地去審查 這些意識形態的東西 包括電影 包括書局 包括書籍 法師毫領 然後這件事 不關民體局事的 不關康民處事的 因為場地不是康民處的 於是 在學校做 找教育局出手 全面地鋪上網 全面地 零死角 要封殺所有這些 他們認為 不聽話的苗頭 我覺得就是這樣 所以你 無論是寫作 無論是 你遲些會 一定會跟歌有關 OK 然後就到戲劇 電影 書籍 教育 和我腦有關的東西 全部都是全面審查 你以為 這樣就搞定了 對經濟就沒有影響 一定不是 以色形態的審查 是等於什麼 表達自由受到剝奪 是不是 表達自由受到剝奪 其實很多自由都會受到影響 人們會 看到會累積的 一路加上去 香港是 沒有 自己把棺材釘 釘到自己的棺材 那裡 已經是蓋棺 沒得說 一單接著一單 一單接著一單 張梅岩 你跟我們出頭 我看到她在Facebook 她很生氣 很生氣 每個人都會生氣 不過她寫的劇本 可能都會 分分鐘會犯禁 差遲早 香港的戲劇 香港的藝術 香港的電影 還有什麼前途可言 香港還有什麼前途可言 香港人還有什麼前途可言 好了 聊到這裏 繼續支持我Patreon和深圳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再見 好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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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